白老师英文教学与学习网站 白老师英文教学与学习网站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教作文 请先到我的网站 往下移 到第二教学网站,Click 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 英文作文教学与学习平台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风俗习惯,第六个 进入之后,我们先来看题组 风俗习惯 题目是台湾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 第一段呢,请描述这个风俗习惯是什么 譬如说 送红包的习惯 譬如说,大年初三回娘家的习惯 或者是说,刚出生的婴儿要做油饭 给邻居 所以第一段就是说 你这个风俗习惯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写作文 最重要的是破题 之前有讲过最重要的就是破题 那所谓破题呢,就是 呃,除了一句引导剂之外 就直接 直接进入主题 那因为我们 学测的作文 除了要写精确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速度的问题 因为速度会影响到 压缩到其他部分 所以,有学生说 作文是不是写越长越好 有关于这个呢,我们的 呃 的建议 建议是 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 那他,呃,如果是学测 那他规定是120个字 那如果是其他考试的话 那就要看他 规定的时间 那,呃,不等 那,呃,我们在这边呢 是,呃,并不是 说,你写越 多越好,因为越多相对的要 要花时间 要花时间的话 就会有所谓的 时间成本 也就是说 作文的分数跟他的比例 作文是20分 假定你花了一半的时间 那,假定以学测来说 作文呢,是100分钟 那,呃, 学测呢,是,呃 是20分 那,其他部分是80分 是50分,那这样算起来的话 你如果作文花了 大概是40分 是50分,譬如说50分 好了,那另外一半也是50分 那你把50分 各花50分 可是你的分母是20分 跟,呃,80分 那也就是说,你花在作文上面 每拿一分 你要花2.5 呃,每拿一分你要花2.5分钟 那,可是其他的部分 80分,你们拿一分 你每拿一分,还不到 呃,一分钟 那差至少差2.5倍以上 那这样子的意思是 呃,这样的意思的话 就是,呃,差蛮多 差5倍以上,所以 这样子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今天呢 写作文就是一个什么 短,就是什么 呃,刚刚好 然后呢 直接破题有力 简单的说就是 呃,就是直接破题 然后有力 好,那不用拐弯抹角 我们不是写哈利波特 什么起乘转合 要写一个很多的起,然后呢 再一个转,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重复一次,那这样子的话 你也才,你也才两段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写一写,全部都是重复了 所以呢,不需要 不需要做结论 可以讲赢而拿去,就直接讲 呃,不一样的东西,重复的东西 总是不好的,齁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 所以他说风俗习惯是什么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风俗习惯 那有些学生说,那既然是 风俗习惯是什么,我写一个 什么,那这样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 呃,我们今天是这样子 啦,就是说那个,我们不一定 是从whats的层面来看 我们可以讲how的层面来看 就是所谓6w 可以看是who啊,然后呢 how啊,它怎么运作的呢 然后where啊,然后 会呢,这些,都会让你 讲的东西会扩大 那它,它第一个 就是说描述 描述,describe the custom 那,你这个风俗习惯 描述的时候就可以从6w 找手,不一定 只是whats而已,齁 好,那第二段呢,就是说你是 认同还是不认同,所以我要 看,我要看到你有写认同还是不认同 那,不用讲题外的话 就是你认同还是不认同 那,呃,它 它说你这些是认同还是不认同 然后,呃,为什么 应该还有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认同 或是不认同,这边题目应该是有写 为什么齁 好,然后,有什么要 要改进的,或是什么 有为什么,是认同不认同 那,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 或是,或是你认不认同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呢 penetrate penetrate,就是我直接灌到里面去 什么叫penetrate,就是直接到核心里面去 那,有些人呢,就是说 那,有些人呢,就是说 最不,离题就是没有提到 隔薛烧羊也不好啦 就直接,直接破题齁 那,我就直接讲齁 那,我就直接讲齁,直接破题 There is a custom,有一个风俗的情况 用的是同位语,N1,N2 那,同位语的话,我们用NetPro 就是N1,N2,目前是句子级的 N1 这个名词,NetSV 是用这个同位语,有一个风俗习惯 什么风俗习惯呢 Old Older, Once Once,因为这个是习惯 我们的句子 作文也是一样,当下历史习惯 这个是习惯,所以用现在是 所有的女儿呢,一旦 这不是曾经 呃,这个是 呃,这个是 互词 互词 一旦呢 Once get married to the Once 好,我们女儿呢 Once,一旦呢,就是结婚 get married to the husband 一旦 嗯 一旦就是 结婚,结婚可以用被动开 get married to the husband 好,不要不丹不户 你看,我身边有 加S,或加儿子S 没有不丹不户的问题 那,有关于名词要交代 我们先来讲一下 呃,这边有牵涉到文化的问题 我们先用文化来讲一下 就是所谓名词要交代的问题 咯 那我们用Node Pro来看 咯 那,呃 我的学生 咯,就是 呃,我们都 会提供这些 呃 这些 讲义跟那个Pro 我会帮学生写啦 那现在是 对大家来教学 所以我们 就在网路上看 好,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局部跟全部 这边 嗯 我看一下 咯 OK 这边 这边解释可以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咯 咯 这边呢 我们讲 名词要交代 就是说 我们的名词一定要交代 这一个 这一个文化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在翻译写作 在任何地方 不管我是 呃,对大学生讲 对我的,呃,呃 那个学生,高中生讲 或是我的 小小学生讲 学校的学生讲 所以说你名词呢 一定要交代 交代好 就是说 你,第一个 你要交代什么东西 你要交代限定 跟不限定 好 限定就是 the 或是所有的 限定就是一个固定的范围 如果你写 the pencil the pencils 你要不要加S 文化 不会说你错 只是说 the pen是一支笔 the pen是这些笔 my pen是我的一支笔 my pen 所以呢 限定这一块的 他没有所谓的 会找 会文化上 会纠正你 基本上 你可以写 I bought a book I bought a book I bought a book my books my book 都没有问题 不限定 你要交代 我不限定 我买了一本书 那你不限定 我们有一个叫老鼠甲 N 你看看 这个形状像老鼠甲 一个N 抓到一个名字之后 把 就把它夹住了 说 你这样不行 我俗称老鼠甲 就是不担不户 所以 你说 I bought a book 不行 你可以讲 I bought a book I bought a book 不能讲说 I bought a book 这叫不担不户 那我们 以我改 改题目的经验 我改 应该蛮多文章的 那 不同阶段的学生 那 我发现 不管是高中生 大学生 或是 甚至成人 有时候他们 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不担不户的问题 除非是抽象名字 不然我们不要不担不户 那这个就是限定跟不限定 所以你第一个要先交代好 限定还是不限定 第二个你要交代好 局部还是全部 局部呢 就是 RN TheN TheNS 比如说我买一本书 当然只有局部 只有一本书而已 The book is very expensive 这本书很贵 是局部的 The books are very expensive 这些书很贵 那这些都是局部的 RN TheNS 那这种东西呢 名字要交代 你要记在脑筋里面 要记在脑筋里面 记住哦 是记在里面 因为我们在写句子的时候 每一个句子都有名词 一定会出现的 一个句子里面有主词跟动词嘛 那主词就是名词嘛 包含名词子句 名词片语等等 所以名词一定会有出现的 局部就是RNTheNS 那全部呢 全部的话就是RNTheNS 我们以第一个例子来讲 也是RNTheNS 可是这边是变成NS Hors run faster than the dogs 一只马比好了 一只狗 比一只狗还快 我们这边一只马 不是只有一只马 是指所有的马 所以你可以写Horses 你可以加个S Horses run faster than the dogs 也是一样 那就变第三种了 Horses run faster than the dogs 然后我们看第二句 The computer is a useful tool 这样看起来是全部还是局部 这边看起来不是这台电脑 我是指电脑这种东西 电脑这种东西是个有用的工具 所以呢 我们发现RN跟RN 是局部也是全部 那到底是局部还是全部 RN跟RN 我们要根据G1来判断 以这一个来看 A whole strong faster than the dogs 一只马跑的比一只狗还快 这个应该是全部的 那我买一本书是局部的 所以你看RN也有局部 也有全部要看G1 那RNS一定是局部的 这些绝对是局部 那 NS一定是全部的 那我再把它讲一次 就是我们的名字要交代 所有的名字都要交代 限定 是 R 或是所有的 要不要加S 自由新增 那不限定 最大的问题 RNS 不要不担不乎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担不乎 那局部的话 局部的话就是RN RNS RNS 这个是局部的 RNS一定是局部的 RNS 即是局部也是全部 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善于利用时间的人很聪明 善于利用时间的人 如果写 我们就写这样 people people 我先写一个句子 那你觉得怎么样 people people 啊 people people who use their time will are wise 好 这一句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些人们 RNS 加币再聚中 行动自己 善于利用他们时间的人 很聪明 这样看起来好像是 bingo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话 是不对 因为我们善于利用时间 你用的是全部 你用的是NS 是全部 但是不是全部的人 都善于利用时间的人 应该只有一部分的人吧 所以我应该不是写people 应该是RNS people才对 所以你应该是改为RNS 应该是用局部的RNS 就是the people的意思嘛 RNS 就是the people嘛 这些善于利用时间的人 很聪明 不是全部的人都利用 不是全部的人都善于利用时间嘛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 所谓我们要用的是RNS who use the time 不是用people 也就是说那个RNS 应该是局部的 善于利用时间的人 只有一部分的人 好 我们就这样的解释 那今天虽然是作文 但是我们要详细解释 因为这个儿跟人 你看看这边有一个儿嘛 这边有不但谱 有一个风俗习惯 同位于所有的女儿 是全部嘛 一旦呢 架 Mary是用被动态 架给先生之后 这个he she 是代名字 代替 所以这边呢 最好是写adult 我这边没有写adult 我把他抓回来 这边应该是用adult 会比较 adult 因为这边写是she 所以这边应该改成adult adult once get married to a husband 或是a husband 都可以 she can no longer no longer就是不在 不在 不是在 washing her original ancestor 他就 no longer是父子 插胸 他就不能再 在那个 崇拜他的原来的祖先 然后呢 engage in 要加多话不加多话都可以 然后呢 engage in 是投入 你写被动态也可以 因为他是VT VI两用 就急入跟不急入 你可以写被engage in engage in 或engage in 都可以 因为他是两用 急入跟不急入都可以 他呢不在 就是说 一旦嫁给先生之后 他不再能够从 那个拜拜 拜他的原来的祖先 然后呢 投入这个 他的原来的mother side 加一杠 一定要加一杠 mother side family affair 就加S N1N2 没有不担不戶 没有老鼠家 然后呢 投入了他原来的家庭 那一边的事情 所以有个风俗习惯就是 我们直接破题 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 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儿 一旦嫁给先生之后 他不再拜他的主 狂骂 主线 然后呢 投入这个家庭失误 然后呢 不再能够投入 妈妈这一边的家庭失误 就基本上 不是说完全不行 基本上就是 等于是另外一个 护家的事情 那那个妈妈的事情 就没有 那 It is It 是在地整件事 我们看一下文华 之前有讲过 This that is so 它是多话 which在地前面整件事 好 那 It 呢 就是这件事呢 是被认为是 不太正常 abnom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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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常 那 加一个儿 就是不正常的事情 没有不占卜 被当作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for married the daughter It is代替那个to 对不起 It is代替佛家人家 是后代 是后代 不是前代 是后代 就是说 让这个结婚的已经 edpp 型 就是用名词来试试看 the daughter has been married 不是has been 已经结婚的女儿 这个呢 has been married the daughter has been married 所以是ed 没有错 这个呢 对一个结婚的女孩 一时代替佛家人家族 对一个结婚的女孩子 来说的话 去 已经结婚的女孩子 回来的话 是不正常 所以我的风俗习惯 我就直接讲说 有一个风俗习惯 就是 嫁出去之后 他不能再拜祖先 你看 这个我写的不是 就是他里面的内容 这个就是号码 不能再拜祖先 然后呢 他不能再投入家庭的事情 最好写一两样 这样会比较充分 所以ed的用意 就是要丰富化 那 it is 代替佛家人家 后代 是随后面带的 唯一后代 他是被认为不太正常 让嫁出去 已经结婚的女儿 就回来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呢 就是你同不同意 i'm kind of 是有几分 is kind of 这样的意思就是 我虽然说 我没有说不同意 但是我说我这样写 就等于间接表达 我是不同意 那同学可以直接写 我基本上不同意 basically i disagree with this point 这样也可以 那is kind of cruelty is kind of cruelty 这是有点残酷 to obey the custom for a daughter 或是对什么而言 对于一个女儿来讲 遵守这样的风俗习惯 是有点残酷的 since 就是因果关系 一书一转成词 转成词是重点 因为 为什么是残酷呢 因为 she has been raised by the physical parents for decades 因为 她已经被父母 养了几十年了 因为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要风俗习惯 对的女儿来讲 有一点残酷 因为她已经被 现在父母养了几十年 现在突然好像跟人家说 不能回来 或是回来 好像是一个禁忌一样 那accordingly 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because of soul because of soul 就是accordingly accordingly就是 because of soul 因此呢 因此就是说 因为她养了很久 然后让她们 要让她们 这个风俗习惯 真的很残酷 就好像你好像被 被人家赶出去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看起来很残酷 accordingly 根据如此 根据这样的说法 我不喜欢这个风俗习惯 这就是我的立场 I dislike and protest disconception 我的立场已经表达了 就是我不只是不喜欢 而且我是抗议 protest misconception 我抗议这种 这种误导的概念 misconception 就是错误的概念 这个抗议是很严重的 If so 现在我们都一体质省略掉 我们看一下文化码 文化码 要没有打出来 一体质省略掉 If it is so 如果是这样 一体质自然省 一体质2BBING 我还是打开一下好了 所以我们讲一体质省略掉 比如说if so 刚才那个if it is so because so because so because it is so 这样一样嘛 because so 对不对 那一体质省略掉 if necessary when necessary 这些都是一体质省略掉 to be BANG 也有这种情况 自然省 好 这样了解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 所以 If so 一体质省略掉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 The woman's right is restricted 这样女生的权力 或是女生的权力 就被限制住了 被限制住 As the time go forward 实在是往前走了 由于 由于实在是往前走 Forward 是往前走 This outday 是过时的 PP型的 用英文来说 Custom is outday 所以一定没有错 用名词来画这个动词 这个过时的封词习惯 should be denounced 应该被扬起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尽快的 尽快的把它扬起 你写as soon as possible 也可以 好 这个就是我写的迷你破题 就是 我写这个的时间 每一个人写的速度不一样 可能我这个五分钟就写好了 那 这个呢 您写的速度 就是说你的 你的写的那个 那个平常看你 有没有分析句子 如果你平常有分析句子的话 口说写说都会很快 口说 基本上 你可以 直接讲 用讲的跟口说 都是一样的意思 那是同一个系统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你看我的长度大概都是这样子 我也 我也 我现在要 给全台湾的学生 就是做示范 就是我们写作文的话 到底是越大 越长越好 其实是这样子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 速度也很重要 包括那个阅读测验也是一样 如果 阅读测验那么多的分数的话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 这个呢 不但要写对 而且速度也很重要 好 那 每一大题都会 它适合的相当的时间 比如说 有人写 学测的时候第一大题 学了很久 这个 后面就来不及写 后面就变乱猜 这样就变会失常 所以第一大题是单字 单字就是不能一想再想 三想四想 想好之后赶快做决定 不确定就画个缺 先写会写的 那这个是我的指导学生的经验 It is one of the practice custom 这边忘了加S 这边有加S 这是什么之一 这是一定是表示强调 表示强调 对 那这个一的在这边也是后代 4加人加2 对每一个一户人家 households 一户人家 in 台湾 戒片型 在台湾的一户人家 去包 Rice Stamperling 去包 这个粽子 Rice Stamperling on Dragon Boat Festival 所以呢 这个风俗习惯就是 让台湾每一户人家 一户人家 户人家会 家家户户 包粽子 现在可能没有家家户户了 你可以写 你这边 以实际情况 你就要写many household for many household in 台湾 这很多户人家都会包粽子 去Dragon Boat Festival 去Dragon Boat Festival 这边呢 这边一定要加S 没有不担不负的问题 好 the custom 这个风俗习惯 can be traced 或是写dead back to DATE 我们有一些片语 追踪回去 就是betraced back to 或是dead back to 这两个片语都可以用 但是dead back to 一定要主动 我写一下 来 dead back to 是往回追踪 我们追踪的话 我们有两个片语可以用 betraced 这个一个是主动的 一个是被动的 那dead back to 一定是主动的 那如果你要用被动的话 就是betraced back to 一个是主动的 一个是被动的 OK 这两个片语 那我们有专门的片语的讲解 那一个学生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不只是单词 包含文法巨型片语 一起去 这样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就是有个封竹形态 每一户人家 要包种种子 在端午节 the custom can be 可以被追踪回去到 数百年前 100 years ago 那个时候用同位语 时间 我刚才讲 时间跟地方 就是时间用 那时候差一个 差一个 差一个 户子指去 It is based on Because it is based on History 建筑在一个历史之上 然后 跳过来 在那个时候用同位 因为时间对时间用同位语 大概几百年前 那时候呢 建筑在这个历史上面 那时候什么事情 这是插进来的 就跳过去 Loyal official 一个终成的 Loyal是终成 Loyal official 官员 was the base 被贬异到 the frontier 这边你看 这边少一个 the 这边就是不担不户 所以我这边就写错了 这边应该加一个 the 这就是不担不户 那所以 这个呢 可能写太快 没有去检查 所以我们有空 所以一定要检查 你自己写的东西 那based on the frontier 被贬异到前线 the frontier 前面的僵域 前面 the frontier 前面的僵域 前面的僵域 前线 然后呢 missed understood 然后 这PP 对PP 又赢走 and 被误解当成一个 traitor 就是叛徒 就是 你是不是背叛我们 或是怀疑 这样子 那 分号 分号就是小句点 就是and 分号 在文法上是什么意思 分号 在文法上就是 句点 但是在句意义上 就是要继续 所以 我们看这个字 上面是不是有个句点 就是文法上是句点 下面有个句子 是semi-colon semi-colon 是代表 这个分号代表什么 句点代表 前面的文法结束 要想新的一句 但是这个 comma 就是我的意义还没结束 所以分号 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像 end 在以这个文法上很像 end 因此呢 这个官员呢 Kamide Susay 他就自杀 Kamide Susay 是抽象的 所以没有不担补的问题 Kamide Susay 去证明 目的去 他证明 V1 to V2 做V1的时候 做V2 他要去自杀 要去证明他的innocent innocent innocent是无知或无辜 无知是不好 无辜是好 所以innocent 既是正面的字 也是忽面的字 忽面的字 忽面的字的话是无知 正面的字是无辜 要证明他的无辜 Accordingly 就是 就是根据这样所讲 因此呢 就是有上面这个原因 他被 他被 误解 Mistern 就是误解 就是误解的意思 就是人家误认他了 他是无辜的嘛 他要自杀 以明自己的字 所以这个 这个当然不要学习啦 这个 即使是被冤枉 也好死不如歹活 Accordingly 根据这个如此呢 人们呢 in on love 是怀念或是纪念 He is pure royalty 我这边用的是pure 就是纯白的 纯洁的 纯洁的 那个忠诚 人们呢 这个用插句的方式 两个字 用插一个戒片户 插句 我之前有讲过 插字插片语插句 插字可以插形容词 副词 还有插名词同位语 插片语可以插戒片 现在是插字 插表 可以插一个副词诀 形容词词诀 名词指句等等 目前插的是 插戒片户 然后跳过来 人们呢 想要去救他 from是虫别语 免语不是虫 这句话是什么免语 人们想要去救他 免语被咬 Being beaten 是被咬 被动态也有 也有动名词 被咬 接着加名词或必然 被动态也有 有动名词 也有被动态 免语被咬 被这个鱼所咬 鱼是可鱼属 鱼肉不可鱼属 那the civilian Civillian Civillian 是公民 Citizen 有人说Citizen 跟Civillian 不一样 Citizen是市民 Civillian 是人民 人民呢 就丢 蛋是丢 丢这个RAPT PP型 Riceball Riceball 这个乱团 你这个 你看看我这边是不是写两次 这个应该化掉 我写两次 所以写两次是不用的 不要重复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 因为这边写两次 所以后面这个当中没有看到 就写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想要去救他 就丢这个饭团 丢到河里面去 into the river 好 第一段就是 我喜欢这个风俗习惯 家家户包饭团 丢到那个 在中秋 端午节这一天 那 呃 对不起 包那个粽子 在这里 没有丢啦 就包粽子而已 那这个风俗习惯 可以最终到几百年前 那时候建筑在历史上面 一个官员被贬抑到江界的人 被误解 当中是叛徒 因此他想要 这个 他就自杀 证明他是无知的 然后 根据如此 人们那时候为了 要纪念他的怀念 想要 想要去救他 然后呢 就 这边也是加一滴 忘了要加一滴 过去是历史 就 又让 免于他被咬 好 我们再看第二段 你同不同意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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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he culture 我喜欢这个风俗习惯 你看看 这边不能加一滴 你 看这边不能加一滴 喜欢这个风俗习惯 Ec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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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elow 这个是导装器 反过来讲 Below is Ecplane Below 是主词 下面 Below 在这边是主词 下面是这个解释词 是倒过来写 Ecplane is below 倒过来写 PPE is 比如说 这个叫导装器 Impossible is nothing Nothing is impossible Below is Ecplane Ecplane is below 就是CBA 用B动词来作为中介的导装 你把它左转右转 把它转 用那个talk一样 把它转过来 Below 把这个当支点 把它转过来 Below is Ecplane Ecplane is below It is a touching story Touching 就是感人的 为什么用ing 我们用英文来试试看 The Story Touch 是主动才 Ecplane Ecplane is to 这是感人的故事 To imp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ality Imprise 暗示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ality 所以暗示这个忠诚的重要性 就是说他没有讲什么东西 可是他这边已经给你暗示说忠诚的重要性 In a nutshell 这个字是很好的片语 以后我们写结论不要重复 不要把仲美的意思再讲一次 重复绝对是不好 最不好的仲物是三种 写作文最忌讳重复 最不好的就是仲物的意思 就是说仲物的意思 你前面讲了 后面又讲一次 这是最不好的 第二个重复 就是重复的结构 结构不要一直用同样的结构 第三个呢 譬如说你用一体时代 一体时代 一体时代 已经讲三四次 四五次 就尽量不要用同样的结构 第三个重复的字 重复的字 除非是那个是Keyword 有必要 要不然尽量不要重复的字 所以 因而拉下就是 我都喜欢用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 一言简单的来说 整句话来说 这时候我们这个不是仲物 就是简单的说 你要一定要讲一个新的事情 而不是把前辈的事情再讲一遍 因而拉下总而言之呢 以一句话来说 betraying false happiness is not encouraged 只要一句话 就是背叛 为自私的原因 有背叛 是不被鼓励的 那 此外呢 比赛 我的看法 我同不同意 比赛 the custom bring us a chance to eat the local delicacy annually 此外呢 N to VR 不定型 N to VR 可以吃这个当地美食的机会 叫大果然饭 不定型 这一个 这一个 风俗习惯可以带来给我们一个 可以吃当地美食的一个 每一年都可以吃的习惯 也就是说若不是丹午节 我们就不能每一年常常吃粽子这样子 就是让我们会有吃粽子这种习惯 那 It replenished our culture 你可以从软体方面来讲 它会增添我们的吃的文化 last but not least 一二三 last then last but not 但我不一定写the list 我写的是the most 我们大家都说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不一定是僵硬到一定要是最不重要 而不是最不重要 我现在就改直接给你讲最重要的 last but and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这个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We can have a day of relaxation and holiday 我们可以有一天的这样的一天 这样的一天 放松的一天 跟那个假日的一天 好 以上是今天的讲解 那如果学生有这个作文要需要我改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络 那我会帮你改 好 这是今天的讲解 我已经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 我现在的主要不认识了 这个是一种东西 你能处理一下